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讲的是很贴身的话题 由马云的两套数字开始讲 马云早前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996 如果中国要出人头地做一个打工仔 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每日要做9个小时 一个星期要做6天 这个就叫做996时 每日要做12月1日9点 9点早上9晚上9点 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 接着每日做6日 不是一个星期要做6日工 这个就叫做996 只有这样的产值 或者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才有帮助 我认为一个人在马云的公司做的 他们通常都不是996 都是超越996的 当然他们的回报很高 毫无疑问 通常他们都会住在公司附近 就是住在杭州附近 所以杭州的楼价炒得很贵 而且通常他们结婚都是唯有找回 公司的同事 如果没有办法可以结婚 因为为什么会惹来这么多批评呢 有些人说 你马云搞什么 你搞创新科技企业的嘛 你看人家Google那些Apple的多批评 有几日假放几日假放 上班就喜欢怎么回 人家的产值不是一样那么高 为什么中国要抓到那些工程师 抓到那些ID创科人员要好像奴隶那样 那你才可以增值 你这种说法了 据我所知Google和Google 所有这些都是做到死的 也不要说 香港 香港你做Goldman Sachs 做Morgan Stanley 全部不是996 我认为早上8点或7点 晚上放1点、2点 然后是很离谱的 我认为以前的词诺 你讲你们懂不懂 你们整班穷人 不要在这里说那些企业是怎样的 是说那些是富二来 全部都是这样做的 我有朋友去过公司 抓女儿回家 因为实际上完全没得放工 现在早上7点钟 你就要听Beliffin 全部都是这样的 那些做到4、5点回到中国 就两个中油 半个中油 有哪个赚钱很多的企业 不是这样的 你们自己香港人 不要这么坐井观天 整天在说那些人 其实自己 我昨天我讲了 每一样东西都是美国人发明 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我讲一讲 因为我最近看了Netflix 推文 台湾有很多工程师 有人叫了Netflix Netflix很棒的 任你喜欢回就回 不回就不回 喜欢请假就请假 你喜欢什么钱就想什么钱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他每年 最后都会投资10%的人 那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那你怎样在这间公司里面 不会成为最差的10% 他的薪金比外面 起码高六、七成 于是你为了要留在这里 你就自然会变成996 因为问题就是 你要赚钱 你就没办法不花这样的时间去工作 所以其实我也看过很多美国 尤其因为我比较留意搞游戏 现在他们很多工程师都说 我们就是OTO到影响身体健康的程度 没办法因为那个产业 就算要搞work and balance 有很多劳工保障也好 你要留在这间公司里 继续在这些有发展潜力的公司里做事 就只能够是一种方法 我跟读书讲起 有些人读书说读书 香港的人读书 多么辛苦 你看看美国的读书 其实美国读书很舒服 那些全部都是垃圾来的 大家见到罗底纱 见到美国的富裕袋回来 哎呀美国读书真是爽 其实美国读书好 那些都是读到垃圾 我说考第一都是读到垃圾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读到读书的时候 我一直住那两三年 都是一天睡四个小时 一至七一天睡四个小时 那四个小时不是一次过都睡了 可能我睡两个小时起床做事 不是说旁边有很多人都会回家 这个时候是美国 就是我觉得整班穷人废物 在那里说那些东西 是不厉害的 因为其实因为那些人 你讲那个standard 一个穷人和废物的standard 你不是讲一个正常 一个向上爬的人的standard 在美国你要向上爬 你要什么 是比中国大陆更辛苦 比其他所有人 但是你们不知道 因为你们穷人和废物的时候 你们见识的全都是穷人和废物 这就是乎乎乙女罪 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真是鼓吹阶级仇恨 不代表我的说法 我直接讲说 为什么我们有几个行业的人 例如做IBAF 我们做研究 或者做医生 为什么工时那么长呢 或者做创科这些 医生我问他朋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要经常都说 通宵 铲两间 就是两天 有些行业里面 他要你的人力资源 投资要很多 要很多经验才能做 你没有办法 只有你才能做到 不是不是 你不可以 那份工分两个人做 是 只有你才能做到 因为你请个人力 你请一个人 是 你说分开慢慢学 不是说 你只要教他 是不行的 我做研究 不可以说 我做一半 请另外一半 于是大家逼了人工 不行的 要我一半学了才行的 这么说 就是IPO 我写一份东西 那些是太不厚的书 你要说一句都写完的 那些在前头 你夹不到 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说 从头到尾都看完 不然你不知道 整件事是内心的 有些东西是这样的 那创科呢 创科 我想类似的就是什么呢 不完全一样 但是有些东西的周期很短 就好像做运动员那样 或者一百个做模型 冲刺 你就是要那段时间 因为你很快 技能就失去 那他就要找一些新人了 那你看看做创科的那些 是不是通常都很多年轻人 那年可能他就 我只能找到几年钱 我博到就博到 博不到就博到 博不到就博到 那时我的朋友都说 我打算几年被人解僱了 留到他就没有财了 只不过是将你的人生的时间 我那几年我就博了 之后我博得到的话 我就去做咖啡 40岁 退休了 所以40岁退休都是这些 我这样说 我要帮忙先逗一遍 不要嫌疑我们这个節目 这么认真 其实某人说的东西 跟一般人说的东西是不同的 一般人 如果你不是想着要博杀的 我只是想着要有一个 所谓工作和平衡 我是想着我做事不需要有一个 可能是我的心态 现在找到这么多人工就够了 我不是要在15年内找到20年人工 然后40岁退休 我这样就转着慢慢等六岁退休 那你就有资格批评这件事 喂大哥 我逗你一万多元 又没有什么升千机会 你还叫我996 你是不是傻了 但是你关心的事 就不是马云公司关心 因为马云公司出的薪金 是比你高几倍的 当然他需要多几倍 所以有些人将996这件事 放在一般年轻人 或者现在的中下家层的职位 亦都是不公平的 我说完这部分 第二部分就难加上去 说完996之后 再669 可不可以那头 最大事 这两样东西都是同一个人说出来的 就是马云 马云说669是怎样的 我心目中的平衡是怎样的 在996之后 你同样也要669 669是怎样的 好像粗口那样 996又669 六天之内应该你要做六次 行方 对呀行方行六次 而且一定要够持久 这个就叫669 我自己就这么听 第一样我就很驚慌 因为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纪 你假设他那个大钱是什么 你要先996 然后你还要669 即69不是这样玩的 大哥 你已经夜晚九点 我当时九点放工 你还要一个星期做六次 还要够持久 那这个状况 是 马云 你以为你九个六时 你只剩十二个小时 你睡八个小时 你一个小时吃东西 你一个小时吃东西 你以为你理论上 你应该可以腾得出一个小时 我告诉你 马云就是这样 马云应该在那个996里面 就已经做了669 因为他是老板 他当然什么时候669都可以 你不能够用他的标准来说 但刚才学习周显说的 我们就没可能 九点回家 充个梁十点 然后持久11点 搞到12点 接着要睡觉 第二天就睡八点 你觉得这些是很丰富 我其他生活呢 除了博物和上班 就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你会有一个星期 原来是这样的 起初我听这件事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我想想又不是我 我年轻的时候 不要说天天多夜 我当时做记者 我记得都是回到996的 我不知道在座的同事是否这样 我当时回到传媒就是这样 老板很瘋 要我们九点打卡上班 但这些东西一定要做到 晚上九点才做完 我是每一天 一个礼拜五天 是每晚都是唱K 追求女同事 接着三四点回家 洗澡睡觉 七点起床就上班 所以这件事不是不合格的 不过 就不可能 保持到三四十岁都能做得到 这个我就觉得是最大的问题 但你爸爸的平均年龄很年轻 其实就是暗示了这件事 其实马云的思维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什么呢 就是年轻人扯进他 扯到四十岁 你已经对公司没有价值了 你就预了被人找 譬如那时候华为就说了 逢40岁以上的工程师 多数都被人炒了 这个就是大陆的创新科技的概念 这个概念 我亦都觉得 可能在外国也是这样的 就是叫你 因为我当时记得看那套叫 The Margin 就是那个Margin 他就说了 我们做i-bank那些人 我们一年叫鸡用几十万美金 因为问题就是 你工作压力太大 你不用花双腾的钱去享受 你是不能平衡的 这个我可以理解 他说他最划算 觉得最值得是你的钱 这个我可以理解 这个我可以理解 就是应该的钱是用什么呢 是呀 叫鸡 叫鸡 但现在马云的 那个 讲法 讲法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那个是你老婆 是 六次都是她 是 如果是六条都不同的女儿 或者你有六个老婆 这件事就很容易实际 就要持久 是 是 如果一个星期六次都是你老婆 你就要很爱你的老婆 其实没什么所谓 因为很快就会戴肚子 这个就是六次 你如果年轻 其实你在一个月之外 他就会戴肚子 然后你回到大肚子 就要休息一会 那你趁这个时候继续996 等他生了就再669 669其实都不是很持久的时间 你理论上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两个都二十多岁 三十岁不够 基本上你在三个月之后 你肯定没有病毒 如果是天天做的话 是 所以我觉得在熟学上应该 应该是 大肚子 这个是为国家的生育指标 所以我们说这个节目的用在这里 两个东西很不合理 还要两个东西加起来 是合理之中的不合理 但是问题就是在我们拆解之后 发现这些东西很合理 完全合乎马云的推论 而这东西可以实际上行 所以我经常说 能够认识的东西 你真是猜不到 当然 串串过马蚊 真的串过马蚊 真的串过马蚊 真的串过马蚊